在2018年,我们见证了中国大飞机事业的腾飞,特别是以C919大飞机和运复20战略运输机为代表的中国航空事业。 前者已经有二架原型机试飞中,第三,四架开始打造,而运复20大型运输机在截止2018年装备的数量估计为16-18架。 18架的产量已经高于我们任何一年中向俄罗斯购买大运输机的数量,也高于俄罗斯交付1276运输机每一个批次的数量CJ2000A型发动机。 但是从客观来说,我们大飞机进度是有了,而重要的大发动机产量确实一直没有提升上去,特别是在研发开发上面。 这方面为代表就是中国C919客机,使用的CJ2000A型发动机,运复20运输机使用的涡扇-20发动机。 在2018年,哪怕在珠海航展期间,也没有传出来令人振奋的喜讯。 这两款大推力发动机都是中国未来最主要的航空动力。 俄罗斯的PD-14发动机相比中国大发动机方面,俄罗斯新一代大推力发动机研制还算顺风顺水。 其PD-14国产发动机已经可以达到量产的能力,并且开始在自己的客机MV21-300超级速货1-100上面使用。 相比之下中国CJ1000A,涡扇-20大型推力发动机进度慢多了。 CJ2000A型发动机当前中国正在研制的包括了CJ2000A型发动机,据称拥有35吨的最大推力。 两台CJ2000A到了70吨的推力,未来能制造出300吨的客机。 但当前不论怎么规划,重要的就是中国大发动机何时能够量产。 对于大发动机来说,涡扇-20,CJ1000A等型号都是满足中国大韩道比发动机从无到有,终于可算有点靠谱的东西出来了。 相比于我们曾经研制涡扇-8发动机,为了给孕妇衣食大型客机配套的发动机, 这次终于不论是军事还是民用方面都有各自的型号推出。 这也意味着中国成为掌握了大推力含道比发动机的总体技术,能够独立设计一款高性能的大韩道比发动机的国家。 涡扇-20测试中,但是设计出来出来是一方面,能否大量的量产,能否大量的批量生产又是另一个方面。 因为单单能设计发动机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可以大批量的做得出来的。 当前卡住我们大发动机的包括了,大韩道比窝扇发动机的零部件加工很困难。 特别是粉末冶金、焊接技术、整体液盘成型、激光激工、涂层喷漆等全新的发动机生产工艺都是急需掌握的。 这些是任何一个国家不会出售和教会你的。包括俄罗斯这种航空动力强国。想直接购买不可能的。必须依靠自己进行大量科学研究。 大型发动机难点重重构成大型发动机的重要零件。比如大尺寸的风扇。高压比多级高压压器机。低压涡轮等。这些技术难点都挺多。 同时还有大量的核心机材料的技术攻关。特别是关键材料上。比如涡轮液片。其耐热性必须进行提高。而相比美军发动机。F119涡扇发动机抗热性能。 已经达到了1950摄氏度。材料。工艺。制造。都很难我们研制大推力发动机材料。工艺。制造必须依靠自己下大力度的研制。并且结合自己的工业基础扩大发动机产业。在研制中国大推力发动机我们基本处于一个从头开始阶段。这个阶段就包括了大量的新型材料利用。 特别是适用于整体涡轮液片的材料。保证中国大推力发动机液片强度高。质量轻。不易折断。 寿命相当长等特点。只有这些技术打实了。我们大推力发动机之路才走得顺利。中国军网的一张照片中出现了苏35S。这有可能将是中国进口的最后一种战斗机近日。 俄罗斯共青城飞机制造联合公司已经按照军购合同向中国交付了最后一批苏35战机。从2016年末开始交付。到2018年末完成交付。 这次俄罗斯倒是非常给力。至少服务诚意是到位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俄罗斯改头换面了。着实是因为客户是中国而不是印度。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新苏35强调是新苏负35。是因为当年还有个老的3亿面布局。苏35型号24架苏35到齐了。合同总额为25亿美元。这让苏35的单价飙升到1.04亿美金。换算成人民币足足7亿。 当然对比明星偷税漏税的罚款。苏35还是便宜一些的。但对比F35A的造价也才1.116亿美元。这么贵的价格去买一架苏35。 很多人说是买发动机。难道它的发动机比F35的还好吗?苏35的发动机的确给力当然这么比较不对。毕竟我们买不到F35。 买苏35可能也包含一点小小的无奈。笔者认为,自古以来,军售都有军事与政治双层含义。我们花大价钱买苏35同样有这两种考虑。 从苏35飞机本身来说,这架飞机是苏27系列的巅峰。并且从苏27单纯的战斗机升级到了多用途战机。实属难得。对一架战机来说,对空与对的是两套系统。此外还有电子战。预警指挥等系统。将它们整合到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苏35理论上甚至还能挂载。 KH-29反舰导弹与KH-59巡航导弹。这样全能的飞机在美国都找不到。 还有不少朋友认为有了歼16。其实是不需要苏35的。 实际上歼16只是苏30MKK的中国版。可以认为是苏30的加强版。而苏30不能看作苏27的升级版本。这两种机型都是在710S试验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只是侧重点不同。苏30可以空战。但空战能力与苏27差距很大。苏35则是它们的结合升级版。 其能力是完全覆盖歼16的。所以看待苏35的时候。不要紧紧把目光放在矢量发动机上。也不可咬住美隐身性能不放。苏35即便拉了歼20几条街。 但是它的身上依旧我们目前需要学习的地方。歼16跟苏35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这笔订单。签下的消息一传来。有关政治意义的声音就没断过。尤其是在歼20形成战斗力以后。买苏35的政治意义已经超过了其现实意义。 前两年苏霍伊收购米羔羊的消息传来。笔者不禁伤心。苏霍伊与米羔羊就好比中国的沈飞与成飞。都是工需设计局。但无奈。这就是俄罗斯航空工业的现状。北方造船厂可能用印度的钱翻新了一遍。但是苏霍伊的T50已经走到头了。急需资金。哪怕是用来挽留设计人员。 这种情况与苏联解体之初有些相似。当时可以说是靠着卖中国苏27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同样需要中国的订单。因此才看到共青城开足马力生产。 因为实在没别的订单。给苏霍伊的钱就相当于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现阶段中国需要俄罗斯。俄罗斯则更需要中国。其中的缘由不必多言。 西方世界的敌视。经济极度不景气。甚至在叙利亚等地都不得不亲自出马。才能保住一小块势力范围。俄罗斯的日子比前十年难多了。 因为美国把障碍收拾得差不多开始全力进攻俄罗斯了。在西方世界的压力之下。中国与俄罗斯结合的比任何时候都紧密。几乎到了离不开对方的境地了。 中国可以与苏联闹矛盾。但与俄罗斯一定可以保持最大程度的理解。这与内外部环境及领导人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笔军售同样有视中国对俄罗斯军事扶持的意味。综合军事与政治意味。这笔钱花的还是很值得。 来源。均五次未面作者。红色天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不代表航空制造网观点。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航空制造网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应转载众多。或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不仅标明转载来源。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协商版权问题或删除内容。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美国在前不久就将EPF-35战斗机交付给了以色列军方。 以色列拿到这么好的装备就想要试飞一下。并且想要顺便在叙利亚面前。显摆一下对其施加些压力。 于是以色列派出一名空军飞行员驾驶着F-35战机飞行在叙利亚的上空。叙利亚军方随后对外宣称。其军方击中了一架入侵叙利亚领空的F-35型战斗机。但以色列方面似乎并不认同他们的说法。 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有一架投入使用的F-35型战斗机在飞行过程中遭遇了鸟群袭击。造成机体表面的一些损伤。 现正在修复过程中。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究竟事实真相如何?专家给出了相关的分析表明。 以色列对其遭遇事故的F-35战机给出的说法是荒谬的。 因为鸟群对于战机的杀伤力虽然是有的。但从其给出的高额维修费用来看。这一损伤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鸟群所能带来的伤害。 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以色列给出的鸟群袭击时间与该战机维修时间是不相符的。 不逊丽雅方面给出的说法。 1分钟